大家好 这里是航拍前东南 继续走在大山当中 每次走在大山 都有不同的发现 这次我们在大山座 发现了一户人家 那么这一户人家 住在这个大山当中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 越来越高 真正能够在大山里生活 确实很少 但是 为了生活在哪里 不论是哪一种环境 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人家 最后人家 住在这样一种地的位置 被靠着大山 全面是农田 还有台地 在这里才能够享受到 无忧无力的一种生活 享受着大山里的 真正的生活 住着 两层小楼 那么这两层小楼 是木房 在这样一种 环境中 你能不能够在这里 居住 四周 人也都其少 那么在这样一种环境 我们回想一下 在城市 我在这里 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世界 两种不一样的生活环境 你能不能够在这里生活 三天以上呢 因为在这里 能够享受着 那种 无比安静的环境 就是 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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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